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有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小方 其实你上次来做节目呢 应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的 那阵子你没上节目 我以为不是你主持啊 你跟董志真的分手了 嗯 其实节目是节目 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次节目 而决定自己的应生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小致一次次把我推开 我真的很累了 而且感情的事 始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你也别替我们操心了 我们分手也不是因为你们节目了 我们分手也不是因为你们节目了 也不是因为你们节目了 别平嘴 那 我有个正经事要问你 你们公司是不是在招人啊 你怎么知道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董志 董志 这什么人呢 哎呀 就是小方的男朋友 他也是建筑系的 曾经给小方呢 还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模型 我跟你说过的 哦 哦 对对对对 呃 有点瘦 挺内向的一小缝 对 我想起来了 哎 我想让他去你们公司面试 没问题 让他来找我吧 太好了 啊 他们俩的幸福我就靠你了 你说什么 哎 你这话可有点严重了 你是不是想说 如果他们将来幸福了 就全是你这个婚姻班主任的功劳 如果万一分手了 就在怪作的火头上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 就是告诉他 嗯 拜拜 喂 什么人啊这是 来来来 别客气啊 我刚学会做的 这咖啡还挺香的 真的 好吃吗 嗯 好吃 对了 我特别喜欢你在节目上的观点 真的很好 太胖了 不像这几天那个夏蕊 他抛些什么样的观点啊 他抛些什么样的观点啊 快噎死我了 真受不了他 哎 对了 我很好奇 你在生活中对爱情的态度 真的是真爱之上吗 嗯 像他这种大龄单身文艺小姿 二缺女青年 当然是真爱之上了 你别给我贴那么多标签好不好 我还很年轻 你还有啊 你才二缺呢 搞了半天 原来你是单身哪 他呀就是太挑剔了 你还有啊没玩 当我知道振宇跟你是老朋友之后 我就有直觉 我们是有缘的 迟早的会见面 不过倒是没有想到 是通过琳达来认识你 振宇 顾振宇你们也认识啊 哦 也算是认识吧 算家人 家人 可是你姓彤 难道你是聚政国际的 那都是我哥和我爸的事 公司的事情 我从来不参与也不过问 这里才是我的全部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没关系 喂 小新啊 你妈跟我嘀咕说 你有男朋友已经一个星期了 你说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通报一声啊你 妈跟你说啊 这俗话说 是骡子是马得牵住来溜溜 你说你不牵到家里来溜溜 我也没法帮你把关呢 你说是不是 别阿拉 我以父亲的身份命令你啊 赶紧把他带回来给我看看 嗯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得先走了 有点急事 啊 这么快就要离开了 不多坐会儿啊 家里有点急事 那那话到货的时候你就通知我 放心 没有问题 拜拜 拜拜 哎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啊 慢点啊 还说自己不是二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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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同学在吗 同学 那个厨师 嗯 他已经辞职了呀 辞职了 那你知道他去哪里了 嗯 不知道 你问问我们老板吧 谢谢 周老板 喂 梁小姐 你好 你能告诉我 同学去哪儿了吗 同学 对啊 就是那个神秘大厨 神秘大厨 嗯 他是叫同学对吧 对啊 那难道他不叫同学吗 啊 你稍等一下啊 我去叫他 谢谢 嗯 пов告一下 向顾总监汇报 好 接下来我替童总主持下会议 我们下面讨论一下 超市建地的钉子库的拆签问题 在此之前呢 我传达一下童童的指示 今年我们的重点项目 是西郊三号地的收购与开发 哎呀 哎呀 童姐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反正我把你的情况告诉她了 至于她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到 这个就不好说了 她真的辞职了 这个吗 为什么 等她来你再问她吧 啊 你怎么没想到 我对什么时候 我觉得你一定有应该 又没有什么时候 人是这样的 文字 你不想听 的 应该怎么知道 这就能和再见 这种前一看 还是 一眼 就是 那 そ 优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时候我爸肯定会数落我一番 还是会逼着我去相亲的 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让你做我的男朋友 什么 男朋友 总之呢 你假装做我的男朋友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你就当呢 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我会付给你酬劳的 见一次家长五百 怎么样 你别不说话 到底做不做 不做 闲钱少 那六百 八百 一千行了吧 你为什么不去过个演员呢 我现在给你提供一个兼职的机会 你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还有啊 如果你上次把车停得好一点的话 我也不至于摔了 要不是被我妈撞着 我也不至于临近一动 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总之呢 这个是说到的 你就得负责 任务是简单的 酬劳是丰厚的 你再考虑考虑呗 你给点反应好不好 最后再加两百 你为了 10万 7万 你在马上 这 我喜欢 囤结是吧 应该是 别光坐着啊 来 吃菜啊 小心 快快 对 来 来 都给 对 吃饭吗 来 还 囤结 我评一口你带来这酒啊 这闻一道真好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让我爸妈尽可能地讨厌你 让他们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 一会儿见到我爸妈之后呢 你要尽可能地表现得非常讨厌 我爸爸呢 特别讨厌别人 在吃饭喝汤的时候声音特别辣 所以一会儿你要好好地表现 小夕 你能干吗呢 这丫头 你怎么还弄出声音来了 那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们家没有家教 真是的 不好意思啊 佟姐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你的职业倒是没什么问题 我爸肯定不喜欢 你如实回答就好了 我爸 我是厨师 那你擅长什么菜系呢 所有菜系都行 只是看自己的兴趣 虽然呢 我爸是大学教授 不过他也是比较实际的 他肯定会问你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到时候呢 你一律回答没有就可以了 不过看你的样子 也肯定是没有的 你一个月的收入呢有多少 爸 这么隐私的问题 你就不要问了好吗 你不是一直教我 食不言 寝不语吗 今天这么多问题 佟你这么跟爸说话的 人家佟姐今天是第一次 到我们家 我当然应该多了解一些的 不好意思啊 佟姐 你有车吗 有 兵力 那一定是价值不菲 他老板的车 那你有房子吗 没有 这 这什么情况 过来 你快点过来 爸 我们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 这菜还没吃呢 这孩子真是 这孩子我话不多 看着也挺稳重的 长得也不错啊 就是这条件有点 哼 我还以为我们家 小心的眼光有多高 你怎么不安照我给你设计的剧本走啊 我只是不想骗人 拉倒吧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撒谎过吗 你说你有房房在哪儿 这是我的隐私 算了算了 你有房没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警告你啊 下半场你给我好好演 否则我就扣你薪水 好 好好好 振宇啊 俊明那边 你多帮着点儿 姑父啊 您就别操心了 您现在应该啊 好好地调养您的身体 公司的事儿 就交给俊明后 好好好 那么多孩子里面儿 你呀 最令我放心了 爸 我怎么听着这句话这么刺耳啊 我可是坐在这儿啊 你呀 你是最令我操心的那个 什么呀 真是 我怎么闻那股浓浓的醋味啊 顾振宇 不用在这里说风凉话 谁让你啊 去到哪儿都能受欢迎 谁都喜欢你 真是人见人爱 对了 上回那个派对 那些女孩儿有没有联系啊 有没有看上的 童谦 你平时有点什么爱好啊 都行 那 会下象棋吗 我爸呢 最讨厌没有文化的人 我爸问你什么 你就说不知道 我爸让你干什么呢 你说不会一定要表现得无知一点 知道吗 我会 那好 咱们下一口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时都挺热情的 但是过后呢 没一个跟我联系 我看哪 是人家觉得她眼光太高了 怕高攀不上 倒是我有个小姐妹啊 真的对你挺有意思 脑缠着我 说要给你们安排再见一次面 好啊 那你安排 找个时间 我请她吃饭 然后再请她唱唱歌 真的假的 说到做到 这顾振宇 难道你 真的像我哥说的那样 缺女人啊 姑父你评定理啊 是他们整天逼着我找你帮人 现在变成我缺女人了 抱抱 多接触也好 说不定啊 是缘分的 是不是 你看 还是姑父会说话 来来来 喝茶 干什么呀 这碗还没洗完呢 妈 我还是不放心 我想去看看 我爸跟佟杰呢 他会不会欺负他 现在胳膊肘就往外拐了 放心吧 你爸也不会把佟杰给吃了 那我爸在跟佟杰伤到什么呀 当然是你们的事啊 佟杰 我梁芯呢 小的时候就是我的救 我退休那会儿啊 想办一个博物馆 苦于没有资金 可是没想到 梁芯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 支持我办这个博物馆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 像他这样的女孩 那有多少都在啃老呢 可他呢 却能够这样全力地支持自己的父母去创业 了不起啊 但是呢 最近啊 这个房地产商啊真是无量 尤其是那个什么巨镇集团 他要把博物馆那一片的房子 拆了见什么超市 真是太过分了 他们给你钱 你可以买个更大的 这不是钱的事 这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还不下棋呢 将军 你看 输了吧 挺好 输得好 爸 我跟他出去聊聊天 爸 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佟姐 我看你这鞋下得不错啊 没关系 干什么 我就是好 刘老的 你看 似乎我们的多大一点 我们处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啊 我可没答应过你 除了做你男朋友之外的任何事情 谢谢 就送到这里就好了 我自己上去 拜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欢迎班主任 我是梁星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信任是爱情的基石 欺骗是爱情的天敌 有些人总觉得 在爱情中 善意的谎言无伤大雅 可是要知道 赞美自己的男朋友英俊 夸奖自己的女朋友漂亮 这些话呢 虽然与事实有些出入 但这些呢都并非是广远 毕竟记得眼里出西施嘛 那今天呢 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 让我们掌声欢迎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淡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有的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这种西交项目的精度表 你看一下 没问题我们就执行了 你这办公室今天够干净的呀 方媒整理的 你这都喝上牛奶了 这不是你的风格呀 方媒换的 这个没问题 就按这个执行吧 你仔细看了 你看了就可以了 你是老板 你不能这么草率 仔细看一下 我下午来取 你 请问 请问瀟洒剔躺 玉树临风的顾震雨先生在吗 我跟你讲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小姐妹 我已经约了今天晚上 在三上铁人那里见面 你不会给我爽约吧 我今天的工作我去不了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让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是不是要给我放鸽子 你要让我知道你就完蛋了 好 我去 我一定去 好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听你的好消息 好 再见 听没有啊 顾总 喂 凤梅啊 下班之前来我办公室一趟 嗯 进来 顾总 好 嗯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今天早走一会儿 后天会议的内容你明天给我 我今晚 有一个约会 还不错 谢谢 对了 顺便帮我把办公室收拾一下 顺便帮我把办公室收拾一下 这里的东西真的好好吃哦 好 喜欢 你要多吃点 不敢多吃了 吃多了人家会长肉肉的 到时候你就会喜欢我啦 啊 没关系 健康 就是 最美的 难道说 你喜欢人家胖一点啊 那我就多吃一点 重要情报 重要情报 顾振宇正在和一个美女约会 现场实况 我开车 就不喝酒了 好的 别偷拍我啊 我好紧张啊 你是干嘛的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你给我安静点 我这可是重要情报 人哪 都怪你 怪我什么 我在帮你 你 你不跟我上去坐坐吗 太晚了我就不上去了 晚吗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呃 我我没什么夜生活的 我我晚上还得回去加班 嗯 实在不好意思 要不改天再约吧 哦 那明天 明天可以吗 嗯 明天 嗯 对啊明天 嗯 好 明天再约 那明天再联系哦 好的 我走了哦 拜拜 你快点说呀 顾振宇到底跟谁去约会了 一个声音狠嗲的女人 我都快听不下去了 不过据我观察 顾振宇绝对是一个情场高手 你怎么知道啊 分寸 一个男人情商的高低 就体现在他和女人相处时 把握的那种分寸感 神神叨叨的都不让你在说什么 女人喜欢的那种分寸感 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说不定 他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了 不可能 顾振宇绝对不是这种人 那是你没见到那个女的 各种风骚 关键是还主动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拒绝一个 主动送上门的猎物 那他们后来去哪里了 这不是 没跟上吗 我不是让你跟着他们的吗 我这不是 遇见到谁了吗 谁啊 一个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的人 你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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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我真是的 你真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啊 我这个地方好找不好找啊 今天啊 我带你看一下我这这罐的三宝 让你开开眼睛 来 先让你看看这个床 这张床是明朝的 好眼力 是万历年间的 看来你这么了解 我也就不用多废口舌了 来 看看这叫秀衣 你来看 这是清朝阁阁出嫁时候穿的衣服 五年前啊 我本来有机会啊 让良心穿上这件衣服出嫁的 可是到最后的关头啊 他逃婚了 所以啊 也只能挂在我这儿 当镇馆之宝了 来 喝茶 伯父 这个奉官是清朝的吧 行家 完事了吗 谁啊 有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送差仙合同的 前两天不是过来警告过你们吗 一周之内必须人走无空 怎么着 拿爷的话当放屁了是不是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是不会办的 老头 你可要听好了 人家矩阵国际 那可是大公司 人家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钱了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干什么 你这里不是婚俗博物馆吗 我和兄弟们来过来参观参观呢 是不是兄弟们 都好好看看啊 你们不要乱动啊 我跟你说你们要乱来 我可要报警 报警 那你报好了 这博物馆不是让人参观的吗 你要是一天不搬 我就带兄弟们天天来参观 给你这个小破博物馆 好好地添添人气啊 好好看看 站住 你们给我出去 住手 你谁啊 不是 哪儿出了个你啊 你轻点 轻点 你是剧阵国际组啊 不是不是 我们是猜猜公司的 你轻点 你轻点 我警告你 有什么事找剧阵国际 别在这里受流氓 别忘记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狠 你给我等着 走 兄弟们 伯父你没事吧 没事 佟姐 你可都看见了 你说剧阵国际这些人 都是什么人 他们干的什么事这家 佟总 找我有什么事啊 单资超市这个项目 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就剩下一家了 是一家民间博物馆 挺难搞的 不过佟总你放心啊 马上就能完成任务 故意帮流氓 寻补滋事 你就是这样完成任务的吗 怎么说是流氓呢 我们可是按照规矩办事的 这件事情 一定要按照合法的流程来做 你载你一份新的合同 加价也可以 但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做大事不拘小结 你不是经常说吗 手段是次要的 目标是第一位的 我所说的手段 不是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跟赈宇说呢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 我会让赈宇跟你来善后 你自己去跟他解释吧 这宇是我儿子 我跟他解释什么 小赌崽子 没大没小 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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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正好在附近办事 就早点过来接你 那你可能还得等我一会儿 没事儿 美人就是用来等的 良心姐 良心姐 这就是和我一起主持的良心姐 你别叫我去 我可没你这么大的妹妹 对了 这是我男朋友前妃 是非腾吉腾的老总 良小姐 幸会 你好 亲爱的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拿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良小姐 请留步 其实我和夏蕊也就是普通朋友 你们是什么关系与我无关 其实我还是单身 良小姐 改天赏脸一块吃个饭吧 不用客气 我先去忙了 梁小姐 梁小姐 你知道夏蕊为什么能够主持这个节目吗 那是我赞助的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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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出品就到路了 走 很长啊 心乱了吧 十年了 你也该好好谈谈恋爱了吧 这么久不见女色 难道 你就没有那么一丁点的需求 干吗这么盯着我 这不是嘛 谈恋爱又不是罪过 喜欢一个人又不是犯法 我知道你有信任危机 但是你这么骗良心 这不是办法啊 我觉得 有另一个身份和他交往 很轻松 你倒轻松 这种轻松的感觉 真的很久都没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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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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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